宋美玲大家应该都认识,她的身份极为特殊,她既是宋庆龄的妹妹,也是蒋介石的妻子。 2003年10月24日,宋美玲在美国纽约的公寓中去世,中年106岁,她临死之前,一直在向身边人反复念叨自己心中的遗憾。 她到死都觉得愧对三个在她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男人,其一便是自己的丈夫蒋介石,其二是自己的哥哥宋子文,其三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 宋美玲为什么会说自己对不起他们呢?宋美玲与这三个男人之间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为何在自己临终之前,宋美玲要特意说出张学良的名字呢?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探索不一样的事情,不如婚姻多是非。 宋美玲的哥哥宋子文对她一直都多有照顾,但是宋美玲却因为蒋介石的事经常和哥哥闹矛盾,这成为了她最大的心结。 宋美玲是宋家小女儿,她在很小的时候便被家里人送到了美国读书,能力出色的她在美国获得文学学士后,从美国回到了上海工作。 由于她的身份特殊,聪明漂亮,社交能力极强,所以她一回国便成为了上海权贵追求的对象。 1922年的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办了一个晚会,邀请了朱多正,商界高官参加。 蒋介石也赫然在烈,就是在这次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遇见了财貌双全的宋美玲,历史总是这样的奇妙。 宋美玲和蒋介石的性格完全不同,宋美玲喜欢游泳,打网球,喜欢吃西餐,精通各种演讲。 而蒋介石则是一位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传统中国男性,蒋介石追逐权力,性格内敛,喜目不形于色,与宋美玲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虽说二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目标。 1920年是一个多时之秋,企图在政坛上大展宏图的蒋介石和刚刚归国不久的宋美玲都迫切地想在纷乱的中国社会中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或许正是共同的志向使得二人走到了一起。 蒋介石与宋美玲相知相恋后,便商议起了结婚之事,由于蒋介石的政见与宋家的人多有不和,而且蒋介石的风流运势令宋家人极为不齿,所以宋家长辈并不同意二人的婚事。 但是宋矮玲却因为利益原因迫切地撮合他们二人。 彼时,宋矮玲极力促成二人的婚事,但宋子文却坚决反对,一家人闹得几乎决裂。 早在蒋介石与宋美玲结婚之前,宋子文就已经和蒋介石结下两子了,1926年的7月。 蒋介石在众人的拥护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兵参加北伐战争,而宋子文则在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 负责为前线的士兵筹集军费。 北伐之战既让蒋介石大方一财,也让蒋介石颇为费身。 蒋介石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批评过宋子文,说宋子文吝啬严苛,让人难堪。 他很不满意,蒋介石说就是因为宋子文狡猾,没有以身作则,专心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才这么难做,他感到非常痛苦。 1927年1月,对蒋介石多有不满的宋子文以财政无法为由,向国民党高官提出了辞职。 蒋介石觉得宋子文在这个时间点辞职,是想借辞职之势来要挟他,因此动了很大的气。 虽然说两人的关系在宋美龄的劝说下得到了缓和, 但是1928年之时,两人又因为工作之势闹了很多不愉快。 蒋介石和宋子文一个人管花钱,一个人管筹钱,常常闹矛盾。 1928年,宋子文因为筹款不利惹怒了蒋介石。 蒋介石还因此把怒气迁移到了宋美龄的身上,三个人闹得很不愉快。 就在这时,宋敬龄也站了出来与蒋介石作对。 虽然说站在风暴中心的宋美龄经常因为宋子文受到蒋介石的迁怒, 但是他却一直与丈夫站在一边,加剧了宋蒋两家的矛盾。 蒋介石与宋子文大吵几次之后,走向了决裂。 1933年年底,宋子文辞去了自己在行政院和财政部的职务, 虽然说因为宋美龄和蒋介石因亲的关系。 宋子文并没有与蒋介石断掉联络,但是二人已是水火不容了。 多年之后,蒋介石败退台湾,宋子文也没有跟着蒋介石回台湾, 而是转头去到了美国, 正是因为哥哥与丈夫的关系如此僵硬。 所以宋美龄一直对哥哥宋子文心怀愧疚, 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市长的吴国珍说, 宋家这六个孩子一共分为两派, 一派是宋美龄、宋矮龄、宋子良, 另一派是宋子文、宋静龄和宋子安。 两派人在争权之时经常针锋相对。 作为蒋介石的爱人,宋美龄给予了丈夫巨大的支持。 在争权的过程中,他也做了许多伤害家人之事, 宋美龄晚年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宋子文的思念有愧疚, 家人的不目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宋美龄与张少帅的缘分。 宋美龄提到的第三个男人便是曾经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对于张学良的感情, 宋美龄与蒋介石是有所不同的, 宋美龄出生于1898年, 张学良出生于1900年, 所以他们俩算得上是同龄人。 在美国外交官的一次招待晚宴上,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年轻漂亮的宋美龄。 当时,张学良便被宋美龄的外貌所深深吸引了。 后来,当张学良回忆起两个人的初次见面时, 他还会对朋友非常无奈地说道, 如果不是美龄女士已经嫁给了蒋中正, 那我一定会追求她的。 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 帅气倜傍的少年将军, 宋美龄的心中也顿生好感。 他曾经主动邀请张学良去自己的住所参加招待会。 两个人之间还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时常会互相送给对方一些礼物作为纪念。 然而,1936年的西安事变成为了宋美龄、 张学良之间关系的分水力。 1936年12月, 西安华清之边响起了一阵枪声, 随后,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传遍了全世界。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连同西北军将领杨虎成 在西安扣押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 虽然张学良和杨虎成这么做并不打算真的伤害蒋介石, 只是为了逼他抗日, 但兵舰的举动还是给宋美龄造成了不小的刺激。 自从西安事变爆发以后, 宋美龄就企图通过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来说服张学良。 张学良表示自己扣押蒋介石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 而是出于民族大义, 宋美龄赶忙表示理解, 并称蒋介石早就有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打算。 随后,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劝说之下, 张学良和杨虎成决定释放蒋介石, 为了表示己方的诚意, 张学良甚至还提出由自己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觉察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 但宋美龄一再向张学良表示, 自己会尽全力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今日张学良怎么把蒋介石送回南京, 他日自己就将如何把张学良送回西安。 宋美龄的一番话让张学良彻底打消了疑虑, 但当张学良真的到了南京以后, 等待着他的只有黑洞洞的枪口和被囚禁的命运, 尽管宋美龄曾经在蒋介石的面前为张学良说尽了好话, 但蒋介石似乎铁了心一般, 一定要将张学良软禁起来。 甚至连宋美龄提出面见张学良的请求后, 都遭到了蒋介石的言辞拒绝, 这让宋美龄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负罪感, 他认为是自己坑害了张学良, 在随后的日子里, 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在秘密地点。 而宋美龄则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关心, 但是已至此, 无论宋美龄表现得多么善解人意都是徒劳的, 张学良将军因为自己的爱国举动失去了几十年的自由。 这背后, 固然有蒋介石心胸狭隘的缘故, 但也离不开宋美龄的推波助澜, 当国民党的军队撤到台湾以后, 张学良也与蒋介石有过几次简短的会面, 但是蒋介石除了问张学良的生活起居之外, 并没有提及将他释放的事情, 张学良很清楚蒋介石的心理, 其实还在记恨着自己, 只不过碍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才没有把事情做绝。 1964年, 张学良与照顾了自己多年的情人赵一迪, 在台湾完婚, 宋美龄作为双方的朋友, 给他们的婚礼送去了一份惊喜。 这让张学良百无聊赖的囚禁生活, 有了一丝丝的快意, 在随后的时间里, 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限制也少了许多, 张学良可以与宋美龄之间保持着书信往来, 双方甚至可以说一些私密的话语, 但宋美龄想要私下见到张学良, 仍然需要经过蒋介石本人的同意, 1975年, 蒋介石在台北病逝, 但张学良并没有等来自由的曙光。 在蒋介石去世以后, 宋美龄远赴美国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但依旧会时不时给在台湾的张学良寄信, 1988年, 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在台湾去世, 中年78岁, 在熬死了蒋家父子之后, 张学良终于迎来了自由的生活, 在1990年被释放以后, 张学良随即接受了日本电视台的专访, 在此之后, 他便带着家人前往美国, 过上了非常低调的生活。 张学良到了美国之后, 曾经去拜会过宋美龄, 两个年与九旬的老人坐在一起畅谈往事, 不知不觉多了几分沧桑的色彩。 只不过, 比起从前那些谈话, 现在两人之间的话语却充满了温馨的味道, 宋美龄向张学良展示着自己的爱权与公欲, 张学良则向宋美龄诉说着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他们两人虽然未能最终走到一起, 却也成为了彼此真实的朋友。 2001年10月的一天, 宋美龄正与家中的晚辈们在一起阅读报纸, 突然, 他发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让他非常悲伤的新闻, 张学良将军于10月14日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因病去世, 享年101岁, 看到这则消息以后, 宋美龄沉默不语, 眼泪不断地在眼眶里闪烁着, 张学良的离去对宋美龄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跟他有着共同语言的人, 今天也不在了, 宋美龄的心中顿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孤寂, 他对一旁的晚辈们交代了几句话, 便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卧室里, 没有人知道那天宋美龄在卧室里到底做了什么,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2003年的3月, 宋美龄在美国的寓所里迎来了自己105岁的生日, 面对前来恭贺寿臣的晚辈们, 宋美龄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 但她的心里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日已经失去了期待, 因为当宋美龄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先踏而去的时候, 她的心里早就已经没有了庆祝生日的喜悦, 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孤独, 当年10月, 宋美龄因病住进了医院, 虽然之后宋美龄平安地出院了, 但她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 在面对身边的晚辈和家人时, 宋美龄颇为感慨地表示, 自己这辈子对不起三个男人, 毫无疑问,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宋美龄是非常幸福的, 她拥有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曾拥有的家事和地位, 不管当年蒋介石迎娶宋美龄的时候是否出于真心, 宋美龄还是享受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但站在民族的角度而言, 宋美龄的形象就显得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了, 因为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 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苦难与悲痛之上的, 更蕴含了我们民族的屈辱与血泪, 在民族威王关头, 依然不忘个人享受的人是不值得被所有人尊重的, 晚年所做的忏悔到底有多少是出于真心, 今天的人们也不得而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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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